呃... 依依打給我 嗯 好啦 他們那邊也出了點事情 我疼 對啊 這個島上 嘴巴就是很壞啊 一度老闆娘這件事情我真的不行 我知道啊 我真的心裡有疙瘩 但我真的沒辦法 我懂啊 我懂啊 真的真的沒辦法 你有想過跟他離開這裡嗎 你說離開歸道嗎 對啊 可能認識很多好人跟壞人啊 哎呦不愉快的回憶啊 他只是你放得下嗎 如果願意為他出國或是新的地方重新開始呢 對啊愛情資訊資欸 出國哪有那麼容易啊 我當初割了腎臟才飛來這咧 我要難道再割一顆喔 呃...他有腎臟啊 呃...只購買一個人的 我可以割我的給你啊 不是吧 你... 你怎麼笑了 我覺得你在開玩笑啊 我沒開玩笑啊 你... 我想真的啊 看你們這樣子不好過 就像濤濤跟依依也是啊 我那時候一聽到他缺錢 我第一時間直接傳簡訊給他說 你要錢我可以借給你啊 你借他多少 二十啊 因為當時買的這台車我只剩二十萬啊 哦...他當初跟我借錢的時候我身上是沒有錢的 哦... 五萬還十萬 沒有啊 不用了 有能力就用你自己的能力啊 嗯 那現在他在開始還錢 我說我的不急啊 其他人的話也可以先還他們啊 他好像欠點點一百萬吧 對啊...他好像... 好像就是今天點點去搶劫 然後他好像覺得點點需要錢 就開始在還了 今天多多在警局被質疑的時候 我有替他說話 真的有 只是我們面對老闆娘這件事情的時候 特忘記 我...我自己啦 我真的沒有不信任他 但是我真的過不去 是... 對啊...你現在... 我跟你說 我現在看法是... 他現在是完全... 只剩你一個了 啊...只是... 你們之間就是卡著老闆娘 你可以相信他 你可以相信他 但是一提到老闆娘 你可能就是... 那道牆就垮了啊 對啊... 對啊... 誰都...誰都... 我都不在意 我真的只有... 他是我心裡面最接地的地方 我知道啊 我看下來是這樣子啊 你當初那樣子 你們是分手了嗎 我們嗎 嗯... 當然分手啊 我那時候是... 是你還是他 當然是... 慫恿他跟我提分手啊 我當時就是... 在一個... 環境裡面 那... 大家都... 和樂融融 那但是就是... 女方那邊就是... 我們這個群體裡面 大家都... 跟女方很好 嗯... 那然後... 看起來你的... 處境很艱難 很難啊 很難啊 那時候... 我一離開的話 我就是要離開那個群... 那個群體了 嗯... 對啊... 我只能換一個新的環境啊 不然... 我只要跟任何人打招呼 每個就是一臉... 瞧不起我的臉 我也受不了 我就先離... 我就自己離開啦 那...我... 最後鼓起勇氣去... 問女方的時候 嗯... 他就是... 換掉電話好嗎 那... 我... 就是想說... 請別人幫我轉話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帶到啦 反正就是... 最後... 傳達啊 群體裡面 總是還是有我比較好的啊 你那時候是跟哪一個女孩子比較好 讓她心裡很不舒服啊 沒有 不然... 是他跟男生太好 嗯... 對 然後... 他還跟你提分手 先看在哪裡啊 等一下喔 有被知道 呃... 好 我在... 講事情 怎麼了 很急嗎 沒有啊 我只想說人都不見了 不知道去哪裡 哦... 剛好有... 有要... 安慰人一下 哦... 幹嘛 誰想不開啊 小貓 跟多多 好... 嗯... 這次是換濤濤找我 哈哈 不好意思 啊... 總之就是... 明明... 那時候女方有問我說 要不要我們離開這裡 因為... 她一直覺得我... 都看她跟其他男生很好啊 是我當時自己說留在這裡的啊 那需要我去上班支援嗎 那個女孩子很勇敢 對... 對... 可是當時就是... 我覺得我熬得過啦 我撐得下來啊 但是就是... 我以前也是... 我以前也是這樣想的 對啊... 可是就是看到她還是跟其他人很好 真的是... 我想太多啊 現在回頭想是我想太多 但是心裡就是不舒服啊 我懂啊... 一定... 難免的啊 畢竟... 你看人家那麼好 那麼完美 怎麼可能會看上你 這種感覺對不對 你講的我真的會哭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這真的我發生過齁 我知道啊 對啊 我知道 反正就... 我知道你很難走過啦 阿向 老闆娘也不會看上她啊 我知道啊 這我當然知道 對啊 你看... 就只有你看得上多多耶 看得到她的好 不是這樣子講啦 不是啊 她沒有不好啊 對啊 我說你只有看得到她的好啊 嗯 而且我講真的啊 我當時剛來這邊 我第一個人就遇到楊樂多啊 她還是幫我搶車 想要給我錢 還不算我計程車的錢啊 我現在要還她 她也說不用啊 嗯 對啊 啊 反正 我覺得你們 還可以再繼續下去啊 現在就是... 她當時... 當時她有一道牆 她突破現在剩你而已啦 現在剩你而已啦 你看她當時喝酒 那樣子 現在熬過去了 現在剩你啦 現在剩你啦 我...我...我明白了 我知道啊 時間而已啊 嗯... 我受歡迎喔 我有點太走心了 不要想太多啊 嗯... 謝謝你耶 有事去搶搶劫啊 謝謝你耶 有事去搶搶劫啊 誰敢找我搶劫啊 阿公啊 阿公剛剛一直在找我搶劫 我說不要啊 蛤 一直罵我包金啊 沒有勇氣啊 小雞雞啊 你可以去找那個... 他們酒店可以開一下婚之類的 開婚? 開什麼婚? 就是... 你們這個詞都聽不懂啊 就是... 嗯... 蛤? 就是... 啪啪啪之類的 嗯... 欸等一下我真的聽不懂耶 你在講什麼 你聽不懂 你是認真聽不懂 我是認真聽不懂 你是什麼啪啪啪 什麼開婚 那個意思是... 啪啪啪啦 喔啪啪啪喔 對 女孩子... 女孩子比較流行這個字啦 喔... 因為好像不只你聽不懂 我... 我就... 我就不太會去那個地方啊 書上這樣子寫啦 喔... 你是書上看到的喔 對... 就是... 本奔之類的 喔... 本奔那可以 不然咧 我以為... 沒事 好 那... 好... 好... 你心情好點沒 反正... 我是一個... 悲劇男主角嗎 在這邊 你想跟我一樣的話 沒錯的 對啊 你看 你會... 沒事... 你也不是特地找我啊 沒事沒事 你是剛好路過嗎 我是剛好路過 那時候想說好無聊喔 四處晃晃就看到警局怎麼前面又停一堆車啊 喔... 然後一過來就看到你車也停進來了 原來是這樣子 對啊 沒有人找我啦 是我真的... 上班很無聊 嗯 好啦開回去囉 好 加油啊 現在只剩你一個人了 什麼意思 是 是說... 能突破的話啦 多多就不會這麼辛苦的啦 嗯 那下次如果遇到 他們在那邊亂講話 就真的不要聽了 雖然我今天也在場在鬧啦 但是我鬧完之後發現不對勁了啦 嗯... 對啊 你現在是很愧疚才來找我們的嗎 沒有很愧... 沒有說到很愧疚啦 我是覺得你最後那一刀真的很大力啦 對啊 我應該怎麼講 你捅了他一刀 你也捅了自己一刀啊 我心裡就是不舒服啊 對啊 重點是 你自己提到老闆娘的啊 嗯... 對啊 這這一點就是... 我知道你難過啊 但是... 家醜不可外養嘛 懂嗎 嗯... 對啊 好啦 改天等你又出事 我再跟你講其他的故事啊 我還有好多故事跟你們分享啊 好 他才知道 謝謝你 那他咧 真的啊 他在那邊 他在幹嘛啊 養樂多 你...你的聲音 對不起 很大聲嗎 很奇怪 喔 還好啊 他不見了耶 還討我嗎 然後你車上等一下喔 好好好 謝謝你 我叫你車上等 好好好 你去你車上等 你去你車上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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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車上等啊 好好好 他讓你很...那個啊 我叫你車上等 好好好 欸 養樂多 快啦 人還你了啦 快點啦 還你了啦 欸 快點啦 現在下大雨耶 阿狼勒啦 養樂多 你是不是聽不到我聲音啊 我要帶你回醫院喔 好啦 好啦好啦 你可以帶他走了啦 幫你弄好了 那你講什麼 蛤 呃 你講什麼 沒有啦 主要都是講我的故事啦 我...我發生過的事情跟他講 你可以再... 他為什麼... 你可以再跟他... 問說我的故事啊 我現在要回去處理另外一隊了 蛤 我現在... 套套跟依依啊 我要先回去了啦 你先...你先帶他走啦 我現在好...我今天好忙喔 等一下 你...你不是獸醫嗎 我是獸醫啊 只是我有發生過這些事情 我可以分享出來啊 那你獸醫怎麼變成... 錢還你啦 小心翼啦 拿著 好我叫他給你 不用啦 欸...我不管 欸...小貓 小貓兒 你幫我把這筆錢給他啊 給誰啊 哪裡 哪裡 這筆 他剛剛塞給我的 你再給他吧 好 他一直不熟 好啦我先回醫院了 好 我剛好下雨啊 我剛好下雨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怎麼會從地上冒出來 你怎麼會從地上冒出來 欸...我...沒有嗎 好啦...抱歉...抱歉... 沒事沒事 我以為那是...那是...那是市民的車耶 這是拉亨... 拉亨... 呃... 好了,我回來了 小心 你一个人在这边干嘛 没有刚刚依依跟套套一直找我 刚刚在处理另外一件事情 你干嘛去当人家的电灯泡 我觉得他们之间需要有人把他们的线牵起来 他们现在怎么样 不知道刚刚就突然一一打给我 我那时候刚刚在处理另外一件事情 快处理好的时候套套用无线箭叫我 你在处理什么事情这么忙 感情的事情 你有感情的事情 别人感情的事情 别人是谁 这岛上还有谁有感情 很多啊 我看一下我的笔记本 套套跟依依 小猫跟多多 罕小姐跟甘斯特 龙鼻跟子V 阿花跟阿光 罕小姐跟甘斯特这我不知道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你是处理谁哪一个 养猫啊 养猫 他们现在怎么样 卡在小猫这边啊 小猫只要听到老板娘 就会心情不好啊 老板娘 对啊 为什么跟老板娘又有关系了 就以前多多在追老板娘啊 阿铃姑娘啊 对啊 哦 哼哼 所以现在提到老板娘 养那个小猫心情就不好啊 可是现在老板娘不是在做黑帮 哪有空理他啊 对啊 我就说老板娘也看不上养乐多啊 你不用想太多啊 对不对 对啊 而且老板娘应该也没空谈恋爱吧 他这么忙还要顾阿公 对啊 管那个第二黑帮跟阿公的事情 阿公整天闹事 对啊 很辛苦耶 就是这样了 你 我问你哦 你现在除了在医院这边接单 还有在做什么事吗 没有啊 我可能医院也快做不下去了吧 啊 怎么会 怎么了 我医院压力好大哦 怎么说 就是 我也是 评估病患的伤势啊 像比如说今天 呃 好啦 涛涛如果 就是 脚判断 判定说 已经走不了 要一辈子轮移了 啊 但是医 就是 不想听这种话 他只想听到 涛涛说会痊愈啊 脚会好起来啊 这种 啊万一讲了这种话出去 马上脚又瘸了怎么办 嗯 对啊 现在就是卡在家属想听 他们想听的啊 可是 也不能都讲 想听的 要讲实话才对吧 我就是讲 很委婉的实话啦 但昨天就 阿民那件事情 老板娘差点跟我吵起来啊 不然下次你就在他们 大家的面前 讲好听点 好 私底下跟老板娘 或者是 呃 比较民事里的人啊 再讲实话就好了 呃 想说真的不行 我再换其他工作 也做很久了啦 但遇到这些事情 还是觉得自己 适不适合当医生啊 我觉得你蛮细心的啊 你看你都还会特地保来这边 插窗户 然后也在医院待很久 也不会迟到早退 也没有出去谈恋爱 整天不在医院 对啊对啊 那可是 对啊 不适合就要赶快换掉啊 嗯 痛苦也是自己 再多想想啦 再多想想 有会再想想啊 嗯 你也有考虑自己的生计嘛 你如果突然就 不做这个 啊你要做什么 有想过吗 画桌布啊 有没有 嗯 帮人家设计桌布 我觉得你很快就饿死了 不会啦 我还有鱼可以吃啊 哦 好 对啊 对啊 其实就 好 就希望你一切都顺利好不好 各种方面 可以啦可以啦 啊杨乐多你怎么在这里 啊小猫咧 找你咨询啦 怎么换你要咨询我了 找你咨询我是病人啦 哦 你哪里不舒服 心里有病啊 那找套套啊 他没用啦 哇 那那拉汉你有用吗 我跟他得的都叫心病啊 心病没有药医啦 有啦 感觉你有经验啦 有经验 可是靠 他靠自己走出来啦 好啦 我跟你讲 你跳一下 你跳一下 你那个 好啦 好啦 我跟你讲 刚刚我们讲什么啦 我就说你们的处境很像以前的我啊 我是被一群团体里面排挤的那一个啦 可是女生 当时也是因为太害怕 没有帮我 没有什么 他也有帮我讲话 可是就是大家都是怂恿 他跟我分手 啊他也安慰我说 他跟你面的男生真的没有什么啦 就只是男生自己真的是 一厢情愿贴上去 但是他真的都有拒绝 他最后 就是卡在信任这一点啊 我最后还是跟他分啦 那他今天的行为是完全不信任我啊 不是 你能说他信任我吗 来来来来 他现在卡在就是老板娘这一点 因为你曾经喜欢他 也说要娶老板娘 他现在就卡在这一边 我没有喜欢啊 你不误会啦 没有啊 现在 没有喜欢吗 那怎么整个鬼岛都是你喜欢 他就是咬死我 啊 我觉得一起讲一起讲 要不要 我觉得不用啊 一起讲出来 这样心结才会开啊 怎么了 没有啦 他说他从来没喜欢过老板娘啊 你现在踹椅子干嘛 这椅子我很喜欢的哦 他倒了 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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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说他喜欢啊 有点 不然我会踹到你 你踹我啊 没关系啊 不要不要不要 不然我会踹到你了